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晚上的哲學星期一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呢 很有趣 這個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說明 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梁夏語 那今天晚上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未雨提議的 那未雨提議的時候其實我非常高興 因為其實我已經想推她的夢來講很久 就想讓她自己出來 然後就讓她一起去 那在台灣談認同這件事情 大概已經對我大部分人來說 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就會接觸到這個議題 那每個人的時間不一樣 過程不一樣 但是這個議題在台灣當然要令我陌生 那我陌生到一個程度 它可能對某些人而言還蠻沉重的 好比說我覺得認同還想很沉重 那可是呢 有 應該怎麼說呢 我覺得當在台灣大家在談認同這件事情 我常常從概念來講 那 你看到我們也很容易在網路上看到大家在吵 我們認同的問題 那我們直接吵認同的內容 認同的對象 可是呢 可能 大家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能夠聽到 這樣一個人 認同其實是對每個人而言 是從他的生命的經驗裡面長出到 而那個生命的經驗不見 大家彼此都能夠看不到 會聽不到 所以呢 這是第一度 我覺得今天晚上 自己會想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第二個是呢 他們的認同 從他們的經驗來接觸認同這個問題的時候 也都不是那麼單一 就是說我是台灣人 或者我是中國人 或者我是什麼人 而是都有一個跟一個 不是我不是的對象接觸 在那個過程中 回來看到我的是什麼 而那個接觸也不見得是排斥的 也不見得 因為在談認同的時候很多時候 我們常常都會覺得 認同一定是排外 一定是排他的 那可是 他們的經驗大概比較直接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 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今天晚上的 討論的內容 那第二個 因為 會從個人的生命經驗是怎樣 所以呢 我親密的介紹 也講究了生命圈的 點點 也就是 因為當大家看到今天這個螢幕 國際關上的台灣認同 接下來的副標 又是從 Euromite 太陽花 還有鱷魚 沙巴克 這 你們覺得很龐雜 很多東西在裡面 可是這幾個東西呢 是包括我們幾個人 串在一起的 幾樣東西 那 我簡單講到我自己的經驗 在201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在一個獨藝術店 帶獨藝術會 對我來說是有趣的經驗 有趣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那時候常常 那個獨藝術 是讀社會學方面的經典 那 我們常常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在2013年那個時候 就是 你選了一本書 然後大家每個禮拜 還討論一次一個月 和我們一本書 然後 那本書還沒討論完 那本書裡面 在講的事情 在台北街頭也發生 好比說 我們有一次在讀一本神學的書 那時候還沒討論 然後就爆發紅重秋的時間 然後就有一堆人跑去從我們前面 聚集起來 然後大家把那個叫十字架 有沒有 然後呢 那個時候 在2013年的 剛進冬天的時候 他說我們讀了一本小書 叫做 歷史的地理書 那本小書呢 是20世紀初的一個英國人寫的 大家如果 有印象的話 在去年 太陽花運動 剛結束的時候 那時候 有很多人在網路上 開書單 我不知道大家還有那個印象 有很多人開書單 說大家還能讀這些書 是這樣的 那 歷史的地理書 有這本書呢 在黃國昌的書單裡面 那時候我看到非常壓力 那簡單講 那本書在講一個東西 是說 地理可以決定很多 歷史發展的方向 那 他當然 現在大家會認為 他那個觀念也過時了 但是 在那時候 我們一般還認為 那是地理人政治的 學說的 早期開創的 學者之一 這個人 他也開創了 英國的 王家立學會 他那本書裡面 有一個很經典的 一個論斷 他說呢 誰控制了 誰掌握了東歐 誰就掌握了心臟地帶 心臟地帶是哪裡 誰掌握了心臟地帶 誰就掌握了世界島 世界島是哪裡 誰掌握了世界島 誰就掌握了全世界 那就是那本書 後來留下 很有名的一句話 在二戰的時候呢 美國就是拿這個話 來抨擊德國 而事實上 德國真的是 把他那本書拿去研究 作為他們的戰略思想指導 但是那個英國學者想 寫那個書的時候 根本沒想到發生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要不斷地 顛覆自己 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因為在我們那時候 讀完那本書 之後很久 我就看到一個新聞 是土地 就是俄羅斯的 掌權權 他一個小學員 他就是發表一個公開的說話說 蘇聯的解體是一創地緣政治的悲劇 那他那時候那時候講我可以看 我就嚇了一跳說 你為什麼講這個話呢 然後 才不到一二月 就爆發了 Euromaidan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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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就是烏克蘭 從2013年底 2010到2014年的一系列的 政治動盪 公民運動 中間後來他們的政府 他們的總統被 就後來逃跑了 那當然過程中也有 軍隊跟人民的對峙 甚至到現在國家也是分裂的 然後他反映有非常多問題 所以我跟在說 發表對我而言 就是有一次在通把你本書 然後現實是這個 發表的事情 那那個時候呢 我在網路上注意到 魏雲講了這件事 魏雲他人那時候在波蘭 那他們等一下都還會講到 這個整個事情 跟我們怎麼回來看台灣 對他們個人而言 是這麼一回事 那 然後呢 在注意到這件事情之後 不久 冬天剛過 春天剛開始不久 台灣爆發了太陽花雪雨 然後呢 爆發了太陽花雪雨之後 然後呢 魏雲他們在波蘭那裡 也辦了一個深遠的一個活動 一個小遊行 一個在那邊的台灣人 就舉辦的活動 那如果大家有影響的話 其實在太陽花的期間 第一個週末就有 在全世界很多城市 然後 事實上第一個週末正好就是打人 第一個週末剛過的行政院打人 打人之後 後來去世界上 更多地方的 在國外的台灣人 都組織了這樣子的 聲援台灣的 運動的活動 那 其實大家想一想 大概2012年的時候 每天一段的時候 大概2012年底的時候 這個現象已經開始了 這是一個 在現在網路時代 你可以看到的 一些現象 以往在台灣的活動 可能不是透過這種方式 被看到的 我們感受上的規模 可能不一樣 好 這是我第二個 注意到 規矩的地方 那接下來呢 後來我就注意到試海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個 大約在五月初的時候 就是大家如果記得去年 整個運動 太陽花結束了 後來 反核的事情也結束了之後 4月28結束了 很清楚的話 那五月初的時候 我看到了 烏克蘭的年輕學生 開了一次影片 《聲樂太陽花》 《聲樂太陽花》 那時候具體的暫停已經結束了 那我不知道有多長 看過那影片 看過了可以去的時候嗎 嗯 好還是不多 那有興趣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們這次活動的 宣傳的文案 文案下面有連結 大家可以去看 那 那本身是一個有趣的事情 是我覺得 當我們今天在投入認同的時候 也可以拿進來談的一個 就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那樣的經驗呢 在台灣我們 現在已經很習慣抗爭 可能歷白月有戰 我們又沒有去抗爭 為了 另一個國家的抗爭 可能 香港瑜伽比賽運動的時候 辦個活動 每年六四也辦個活動 可是呢 具體的 為了正在發生的抗爭 然後具體的行動 表達那個 我們不那麼熟悉的國家 其實這個事情 在台灣也不是那麼容易談到 那 然後呢 那 那時候我就注意到斯卡 因為他 在臉書上就說 他很好奇這幫人 他要去 他要去找這幫 拍影片 聲樂台灣的 烏克蘭年輕人 然後 那時候我就叫他 你兒子 他那時候不知道我是誰 那 嗯 後來我就注意他 後來他正好去很好回來了 所以呢 後來我就 又主動不少的日子 他就跟他做了一些訪談 那 他自己 會做這樣的事情的經驗 還有他 呃 在這樣的過程中 其實他自己平常主要 在 過去有一段 不算短的時間 是做 接待沙巴克 他的生活中 有這樣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所以他有很多 跟國際的 其他年輕人 結束的經驗 那這些如何影響 他 現在會來看待自己 做臺灣人的身份 這個 也是等一下 看給大家分享的 那 所以這是從 歐羅馬一南到太陽花 然後 如何把我們幾個串起來 那最新的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 嗯 華沙 華沙大學 要建 要設公子學院 然後呢 華沙大學的學生 就有一幫學生前半分 都不能再蓋公子學院 都不能再設公子學院 都不能再設公子學院 可能要廣國 上課要僵死之類的 那 那 那 魏雲 他自己 有公子學院的經驗 然後 也得到了邀請 對這件事情 表示他的意見 然後呢 他表示的意見 其實還蠻動人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痾 斯凱是因為 他的女朋友 也跟他講這件事 所以他表示的意見 可以 為他得找 所以呢 大概這幾件事情 把我們幾個串起來 好 所以我想今天就讓他們來講 他在自己的這些經驗中 如何來看 自己作為他的台灣人 但是從一個外國的角度來看 或者從台灣人的臨場來看外國 如何來看台灣的人 對 這樣子的體驗 那我就馬實斌先 真理解釋 大家好 我是葉釋凱 那 嗨 我是葉釋凱 那今天要先來這裡 那 OK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今年30歲 那我之前 在新加坡當工程師 當了兩年 那現在回台灣了 那在台灣是在 一方面是當旅遊協手 然後一方面是一個 在設計公司工作 那 那時候我在 新加坡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有個自己的空間 所以我就把它拿來利用 把它當作一個 接待沙巴客 背包客的地方 那 也就是沙巴重航嘛 也就是說 你去一個地方旅遊 那 你就不用訂旅館 就直接出來當地人家裡 那 你就可以跟著當地人一起到 比如說一起吃飯 一起去逛街啊 撐底的紅麥湯業的生活 所以那時候 是我在新加坡做的事情 我就每天接待沙巴客 每天接待背包客 那 這兩年的期間 我大概接待了四百多個人 所以 這四百多個人 來自四十幾個 不同的國家 那 常常會有一個情況是 他們會好奇問我說 台灣 希望我們介紹一下台灣 那 我可能就會從歷史的角度 或者說生活上的角度 去介紹 那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發現 其實 當我在講 介紹台灣的歷史的時候 那其實 像是一些西歐的國家 或是一些 歐美 美國 之類的 其實 從他們眼神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並不是很能夠理解 我們的這一段歷史 但是很有趣的是 當我跟 東歐國家 介紹台灣歷史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 那個差別 就是 他們會特別的感同身受 他們的眼睛都是發光的 那 當下我就覺得很有趣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跟西歐國家 或是沒有 講 台灣的歷史 好像他們沒有什麼共同 他們好像不太能夠理解 那為什麼 我跟這些東歐來的 沙巴克的皮包客 介紹台灣的時候 他們會特別的感興趣 特別的產生共鳴 當下其實我不知道答案 但是這個疑問 就一直放在我心裡 那 去年 就是 太陽大學的時候 那 其實我那時候 人還在新加坡工作 那 之後不久 就是我在網路上看到一部 就是 烏克蘭年輕人 幫台灣加入的影片 就是這一部 就是他們幾個烏克蘭年輕學生 拍了一部影片 在開化學院之後 拍了一部影片 來聲援台灣 那 那時候我在網路上看到 其實 蠻出乎的意料之外 因為我沒有想到說 這一群跟台灣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他們竟然會花了還蠻大的心力 因為這部影片其實還蠻精緻的 不管是剪接 感覺都是精心設計過的 那 他們竟然會願意花這麼多心血 為了台灣去做這一部影片 那 就讓我覺得很好奇 背後的故事是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願意這麼做 那 於是我就開始想要去 就聯絡 影片製作團隊 那最初我是聯絡不到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然後我女朋友知道這件事情 對 我女朋友是波蘭人 所以 她就 我不知道 可能是她跟烏克蘭人 比較可以溝通吧 總而言之 她就幫我聯絡到了 影片的製作團隊 那 那影片製作團隊 我就跟他們說 我覺得你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 那 我很想要當面跟你說謝謝 但那時候還沒有想要 真的飛過去 就 你知道台灣人你是會講一些 很重要 真的很希望 可以跟你當面說謝謝 然後他們就說 好啊 那你就來啊 那就是 你只要買機票 我就帶你到烏克蘭玩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 欸 我旁邊想過可以去烏克蘭 那既然都有人 邀我了 那 好像是個不錯的機會 那 於是我就開始研究 怎麼申請簽證 那種買機票 那 台灣步驟其實 到那邊還蠻困難的 就是 你可能要 去北京的烏克蘭大使館申請 然後 還不一定申請到 就是 你要先買機票 限定旅館 那些的 然後 把這些資料拿去大使館 然後大使館也會可以 就是 他們有權利跟你說付 就是 你可能什麼東西都付錢 你去大使館 然後他跟你說 不行 不能去 所以其實當時有一點 就是有點冒險 像賭博一樣 那 剛好那時候我有新加坡的工作簽證 所以 他們讓我在新加坡申請 那 在新加坡好像比較容易吧 所以總而言之 我就真的拿到了這個 突然的簽證 那 我就真的飛過去 他們簽證長這個樣子 就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 當初在你簽證的時候 他有一段表格會寫 你幾月幾號進去 幾月幾號出來 然後他會算得剛剛好給你 我那時候去了十天 所以他的簽證 就真的只給我 只給我十天 然後這之後 造成了我一個困擾 就是待會不會跟你講 那我飛機就飛過去啦 那 那 那時候很意外的是 我一出機場 就看到這些人 拿著鞋子 我名字的牌子 就在機場被等過 好像我是 VIP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 哇這件好熱情 那 就是他們就帶我 掛他們的 市區 然後這也是 獨立廣場 那 這裡還蠻有名的 就是他 2004年的時候 橘色革命 發生在這裡 那 去年 烏克蘭革命也是發生在這裡 所以 這裡其實蠻有 歷史意義 也蠻有故事的 那 那時候呢 他們就一邊帶我掛 一邊跟我講 影片的製作工程 那 那 影片的負責人是中間那個女生 要拿太陽 那 他之前在南韓 當過留學生 那 他在那邊認識了一個台灣區的留學生 所以他就跟台灣有一點關聯 那 後來他回國了 那 後來太陽花學生發生之後 這個台灣的留學生 就傳了一些 就是 台灣 太陽花學生的影片 給他看 然後他看了 就覺得 哇 感動身受 就覺得很感動 就讓他想到一些他們國家發生的事情 所以 他們就沒有 這個主辦人就很熱血的 召集了二十個朋友 二十個學生 短短幾天之內 就二十個人冒出來 他們就說 好 那我們來一起幫台灣加油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來幫台灣加油 那 他們就決定 拍一部影片 那 於是他們幾個人就開始寫 講稿啊 然後準備 數位相機啊 然後幾個人就開始 把 就是這段講稿 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然後就拍成了一部影片 然後 他們拍完之後呢 這是第一個版本 他們看完之後 因為覺得那是普通數位相機拍的 所以畫質不是很好 就不是很滿意 那 你知道 這些二十幾個學生 不滿意 那他們之後 要做什麼嗎 就 他們 二十幾個人 就跑去 烏克蘭當地的電視台 當地的電視台 然後就進去喔 就跟他們說 你好 呃 我們希望拍一部影片 幫台灣加油 不知道 有一個臨界專業的攝影師 如果你是電視台的高層 你會怎麼回應這些學生 應該 所以把他們趕走 但是沒有耶 這個電視台 真的就借了攝影機給他們 不只是這樣喔 還借了攝影師 後製團隊 就一個團隊就借給他們 那他們後來就是用這樣的攝影機 這樣的團隊 就拍成了第二個版本 也就是現在大家網上可以看到的版本 YouTube上面可以搜尋到的版本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他們的簡潔配 都其實是很有心的 那而且最讓人感動的是 這是沒有任何一定性質的 就他們拍這個不是為了賺錢 就純粹只為台灣加油 所以這有點顛覆我的想法 我從前一直覺得像這種 你要做這種事情 應該是有一些收穫 有一些利益才會去做 可是他們就完全沒有 就一群人就這樣子 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拍過影片 純粹為了台灣加油 哇 那就真的讓我覺得很感動 就沒想到世界上會存在這樣的事情 然後就想說 其實當初他們 他們國家發生革命的時候 好像自己沒有什麼關心 就覺得相比之下自己有點慚愧 那除了影片的製作過程之外 當然我也跟他們聊一下他們的背景 那像是這個影片的負責人納哈亞 他的家鄉其實是在烏克蘭的東邊 也就是現在的戰場 叫頓內斯克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打仗 所以他跟我說他從小生長的那 那那邊的環境是就是俄語區 就是那邊的人所有是講俄語的 所以是跟烏克蘭的西邊是很不一樣 因為烏克蘭西邊是講烏克蘭語的 所以其實這兩邊的文化啊習慣 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他小時候啊 他就常常聽他的家人 他的親戚朋友講說 你要小心 因為你是講俄語的 所以如果你到講烏克蘭語的地區的話 你也會被排擠 那他們可能是會攻擊你 會歧視你這樣子 所以他那時候就信以為真 那加上他從小 就是那個地區的電台 新聞電台其實都是俄語的 所以其實很大一部分 他們的資訊都是來自可能 比較偏俄羅斯方面的資訊 所以他身上的環境長大 那上大學的時候他來到西部 就是他首都 然後他開始有機會去接觸一些來自烏克蘭語地區的人 然後他開始覺得好像他從前想的那樣 這些人其實也跟自己沒有什麼兩樣 他們也是可以交朋友啊 於是他開始對從前的一些概念有點動搖 那他就覺得他要去看一下西部 也就是烏克蘭語區 所以他就趁一個暑假 就真的跑到烏克蘭語區看 然後他就發現 其實他講俄語 但是當地人也不會對他特別的歧視 也還是會試著幫助他 所以經過這些經驗 他就開始自己想說 那我從前受到了教育 為什麼和我現在的經歷是這麼的不一樣 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 那這也是他開始就是 後來革命發生的時候 他會想去就是支持革命的原因之一 他就覺得自己 從前的資訊其實是很單方面的 那他接觸到兩個不同的確人的時候 他就開始想要去支持這樣的運動 然後 這是 就是 武力廣場附近的一個成像 那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其實革命已經結束了 但是 你可以看到 他們刻意把這些 像輪胎做成的雕房 還有一些 廢棄的氣氛 甚至還有帳篷 都留著 為什麼革命結束了 他們還要留著這些東西 就是 他們告訴我說 因為他們想要提醒政府 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也要提醒人民 不要忘記這段歷史 所以他們刻意把這些東西都留得下來 那 那時候因為革命發生的時候 是真的有特種部隊下去開箱打人 所以 還蠻多人就一直上升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靈難的照片 就貼在 就放在 廣場的地下 給大家參與 那拍一把這些 就是 當時候發生的照片放在旁邊 你可以來看 那 右下角 就是 其實那裡是 算是一個 滿 滿多遊客的景點 所以它有一些賣紀念品的地方 那 最受歡迎的紀念品是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它是 衛生紙 然後是什麼衛生紙呢 上面印著 普丁 還有 前總統 揚努克勒基的頭像 所以你心情不好畫 就可以拿它來擦東西 這是最受歡迎的紀念品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 然後聽說的朋友就是 大家都很討厭 就是 就是 普丁的政府 也很討厭他們前總統 這樣子 好 那 就是 其實跟他們相處 就是在裡面之後他們的相處 其實給了我滿大一個震撼 什麼震撼 就是 我其實在新加坡 也有接待過 來自武館的商法科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欸 那你們在武館的生活怎麼樣 那他就跟我說 他那時候就指他的旅行的背包 一個登山大背包 他就說 你知道嗎 在烏克蘭 當老師 一個月的薪水 都買不起這樣的背包 哇 那時候其實給我一個滿大的震撼 就是 可能你在台灣 可能你一個月的薪水 可能 可以買好幾個人 可是他說 在烏克蘭 而且是大學老師的 都買不起 那樣的背包 可是我覺得還滿震撼的 所以那時候去之前 我一直以為 他們的生活可能 就真的蠻苦的 可能 可能房子也快打卡啦 然後 三餐人器啊 之類的 那時候我是這麼想的 但是和他們實際相處 我就覺得 也不是我想的那樣 就是 他們也是 過得很開心啊 至少在首都啊 在長人 就是這樣 然後也是 會出 脆弱在吃東西啊 喝酒啊 那我那時候也有嘗試沙發床床去 當地 拜訪烏克蘭人 然後 她是一個 呃 單親媽媽 她跟一個五歲的老孩子一起住 然後我去 原本是覺得他們生活可能蠻酷苦的 是也沒有的 就是他們也是有個公寓啊 住在裡面啊 然後 感情也很好 就蠻開心的 那我就開始想台灣的現況 就是 雖然我們薪水 多他們這麼多 可是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 沒有 沒有 這個家人那麼開心 那 他就給了我一個刺激 就是 那 到底要多少的收入才是 開心 或是說 其實錢 跟幸福 是沒辦法花上等號 那 那 這就是 這群烏克蘭朋友 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歧視 那 那時候 我在安安安的時候 發生一些很 重大的事情 就是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媽 被打下來 在烏克蘭中被打下來 那時候我還在記錄 然後 他被打下來之後 整個國家 整個城市 大家都陷入一個非常憂鬱的心情 然後 那時候 因為這架飛機是從荷蘭起飛的 所以很多荷蘭人在上面 那 隔天我就想去荷蘭大使館去獻花 那 我一出地鐵站 就發現 整個城市 整個街上 大家人手一花 然後大家表情都很嚴肅 他就這樣默默地走到 他的廣場前 那 那個大使館前面 把花放下 然後點蠟燭 這樣子 就覺得自己好像融入了 他們的氣氛當中 那 除了蠟燭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 他們放了一些 諷刺 普亭的 一些畫像 在這裡 他們把普亭跟希特勒做一個連結 所以當時候我發現 每個部分的人 不知道講什麼的時候 就聊不停了 他們就一直罵一直罵 可以罵三十分鐘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聊這話 然後後來回來台灣 我就覺得自己也應該拍一部影片 因為他們剛剛台灣拍一部影片 我就覺得自己應該也拍一部影片幫他們加油 可是自己能力不夠了 所以後來我就換了一個計畫 就是我跟一些台灣的茶花的家合作 那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廣告 然後設計廣告之後 我們把它扔在他們的報紙上面 就幫他們加油 也感謝他們 就是在學運之後 還有會員可以支持我們 所以這樣看出來 然後看出來之後呢 附帶一體就是他們的報紙 他們國家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打折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報紙 有時尚的新聞 然後有一些演唱會 娛樂的新聞 然後中間是戰爭的新聞 就很難想像 為什麼報紙可以融合娛樂的新聞 跟戰爭的新聞在一起 但是這就變成他們的生活的部分 但對我來說那是很震撼 然後報紙每天也會 就是刊登一些罵難者的照片 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在打仗 這真的感覺是打破 所以我就每天都有人罵難這樣子 那後來報紙看出來啊 我就跟這些影片製作團隊說 看出來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就去買報紙 然後買報紙跟他合照 然後就傳給我看這樣子 就覺得自己跟他們好像 就算離開了一些 有的很遠 但是好像有個連結在 就覺得這個有的很難等 那後來 這裡是破爛啦 因為我女朋友是破爛人 然後我那時候去找他的家人的時候 又在破爛一些市區逛 然後發現就是 他們其實蠻支持烏克蘭的 所以有些建築物上面都會有 這種烏克蘭的旗子 在這裡 然後拿著旗子跟他合照這樣子 好 那 所以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我發現就是 跟西歐或是美國人相處 他們不太能夠 或是說比較沒有興趣 知道我們的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 當我接待到東歐來的沙拉克的時候 就覺得他們特別有興趣 我再舉個例子 像昨天 我在台北 跟一個斯洛伐克的傑伐克見面 然後我們就在聊 我們就坐在真正健堂那邊聊天 然後聊一聊 然後發現他們眼睛不然亮起來 因為他們講到就是 講到他們的歷史就是 傑克斯洛伐克 然後從那個獨立 然後又分裂 然後又講到1968年吧 就是蘇聯邦坦克直接拍進去 哇 講得很生動 然後他就說 雖然現在 好像是民主國家 然後好像共產黨已經消失了 但是現在的執政黨 感覺那個腦袋就是跟共產黨 腦袋一樣 而且 他們沒有辦法改變 我說這些年輕人 他說他們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國家的權力 不是掌握在他們手裡 國家權力是掌握在 一些老文變的人手裡 那他說 因為他們受到的教育 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們 可能這些老一輩受到的教育 是 就是共產黨體制控制下的教育 可能他們受到的教育 是 就完全不一樣的教育 所以他們其實在很多 價值觀上面都會有衝突 那 現在掌握國家是這一群人 所以 即使他們很想要改變 可是沒有辦法 然後他們說 他們也快要下一次大學 他們很希望可以改變 但是目前的執政黨是 就 就 私利很大 然後其他的在野就是 私利很小 所以他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機會 然後 我在那邊聽就覺得 一直好熟悉 所以就 就真的 朋友話聊 我就開始跟他聊 台灣的傳聞說 你知道嗎 台灣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年輕人怎樣怎樣 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聊得很開心 所以就發現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 這兩個國家 或者說 台灣跟東歐一些國家 其實都有相類似的背景 都可以找到一些可以連結的地方 那就給了我還蠻大的震撼 然後他們還說就是 現在捷克 不是捷克 斯洛伐克 他們的政府是很親俄的 所以一些什麼重要的信念 他們就會請什麼 補丁過來啊 俄國的高警官也過來啊 就是哇 親自信出啊 然後他就很受不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 欸 你知道台灣怎麼樣嗎 所以就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連結在 對吧 那 所以我覺得 這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特別聊得來的原因吧 你可以從其他國家身上 發現自己的遺址 然後 你就可以更認識 自己的國家 那 這就是我自己的 一個小小的經驗 我不是等我 我不是等我很多 但是我希望這些經驗 可以給大家一些想法 一些情報 謝謝 我插個話 就是 那 空子學院你之前 會寫文章表示 就是 你在台灣 空子學院 然後空子學院講了華沙大學 要成立 要成立空子學院 然後 那時候你前面比韋雲還找 一部票出來講 好的 空子學院 我先講一個前面的故事 我從前接待過很多沙大學 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什麼是空子學院 但我有接待過兩個 美國的沙大學 但其中一個是台裔的美國人 但他們都會講中文 然後另外一個是印度裔的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講說 他們在美國有上空子學院 然後 但是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組織 我就問說 你們都上什麼 然後他們就開始被課文 然後你知道課文是什麼 我記得是 什麼 張藝某是中國最偉大的導演 不是是世界偉大的導演 不是中國 為什麼會教這個東西 但那時候之前很奇怪 因為我去思考了背後的含義 然後後來 回台灣之後 我女朋友在華沙 然後 她有一天丟一個訊息 然後 那是一個活動的網頁 臉書的網頁 然後她幫我翻譯就是說 那是一群在華沙大學的人 他們組織的一個活動 就是因為華沙大學 聽說孔子學院終於要進去了 就是他們其實學生抵抗很久 都沒有用 但是孔子學院這個組織終於要進去了 然後這些學生就很擔心 這個組織一進去 就會破壞到一些學術資源 因為其實孔子學院一直往上追溯 它是隸屬於中共的教育部下面的單位 所以它其實是很有政治關係的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那如果你孔子學院進去的話 那或許我們以後不能談西藏的問題 我們以後不能談香港的問題 也不能談台灣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很排斥孔子學院進去 但是你知道孔子學院就是說 我可以捐錢給學校 我可以幫你蓋圖書館之類的 所以錢的力量還是很大 所以他還是可以 就是最後還是進去的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因為這個活動就開始聯絡 就是這個活動的發行 大家要跟他聊一下 然後大家就了解 因為孔子學院是這樣的一個組織 就以他的觀點來說 是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就寫了一篇文章 希望可以讓更多台灣人知道我們這件事情 那好 先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去從美中 先請魏宇 因為魏宇這次一代系列的 學了一篇文章 我們不覺得有關的文章 但在那之前 一定會找一段文章 一直在摸索的過程 所以我想現在就請你 請你換你通向 好 再講大題 好 再講大題 可以 要站起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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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男人可以的話 都可以 好 站起來 謝謝 非常感謝世凱 分享他的經驗 那我也是很同意 就是 一個人跟各種不同的人相遇 不管那一個人 是 來自自己的國家 或是 不是來自自己的國家 那我覺得這些相遇 都會查出些火花的 你會去想 你到底是誰 那在國外生活的經驗 你特別會想 你到底是誰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為什麼 在國外生活 你會特別去想自己是誰 因為 因為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好了 嗯 在國外 沒有設備11 然後價值上面 也沒有像台灣多 那麼多的 台灣食品 可是我在那邊 要買一顆豆腐的話 要買120塊是台幣 就是那種嫩豆腐 如果買那種白豆腐 或是嫩豆腐的話 那我要花大概 六七十塊 六七十塊台幣 所以就是不能常常吃豆腐 那要吃米的話 另外台灣米 和泰國米 泰國米比較便宜 然後也比較方便可以拿到 那這次回來 在頂好超市 我看到那邊有很多粉 有炸海鮮的粉 炸雞的粉 炸雞的粉 炸豬排的粉 然後各種各種粉 可是在那邊都是沒有的 在那邊沒有 這麼多種的選擇 那你可以拿到的那些炸粉 不是從你本來 就是從韓國來的 泡麵的食物 或是韓國來的 那不可能是台灣的 那我要講的就是 當你在一個陌生的國家 尤其 因為我曾經在那個 英國 念過書 在那邊練習舉行 那那邊有唐人街 那邊有一些台灣商店 比較多台灣人 那 你還是可以 如果你要去 怎麼說呢 嗯 感覺自己是個台灣人 你就可以有比較多的機會 你有比較多的資源 然後可以感覺到 喔你是台灣人 台灣人或是台灣哪多 然後可以台灣不找 然後我用 我跟其他人 我用中國人 或者是說 我聽到你們說台語 因為我不認為說台語 可是我會感覺到 你有一個認同 因為這個認同 是跟 與你相親的人 共同建立起來的 但是到了波蘭 記得我那時候 我是2005年到波蘭 到克拉克夫 那時候在 克拉克夫 念書 以及生活的台灣人 大概是94個吧 他就非常熟 然後大家 都有自己的認同圈 也不會常常弄光 那我本身也並不是 欸他有台灣人 他就跑過去 然後會參加什麼台灣同學會 這個對我來說 嗯 認同是一個需要 我自己去 建構的東西 我想講的就是 認同是怎麼建構的 因為 其實在台灣的話 我17歲的時候就出國 17歲的時候 我高中休學 然後在家裡 我們帶了兩年 那時候到美國去念書 那時候在英國看到 一個很漂亮的波蘭海報 那時候在英國看到 上面並沒有說 來不來波蘭這樣子 是一個劇場海報 那時候覺得非常有趣 那之後又讀了 波蘭做一家 庫魯諾舒茲 作品 那庫魯諾舒茲 簡單講一下 就是 他是一個 猶太裔的波蘭人 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 他出生的時候 波蘭其實並不存在 波蘭其實從地圖上面 消失123年 就是王國123年 被其他國家通通通 這樣子掛分 被奧匈帝國 普魯士還有俄國 掛分 那這些23年都沒有 那時候 普魯諾舒茲 他所生活的情勢 德國伯貝齊 德國伯貝齊 他是屬於奧匈帝國的 1918年 伊斯坦丹結束 波蘭建國 所以他就變波蘭的 然後過20年之後 希特勒就來了 他就變成德國 當然 波蘭是一個很可憐的作家 雖然他非常偉大 我有翻譯他的兩本書 那時候就是因為看了他的書 想要翻譯 所以到波蘭去 因為他有國泰神的身份 所以那時候希特勒來 他就被賞掉了 其實 有一段時間 有個幹事太保保護他 因為那個幹事太保 覺得他畫畫很漂亮 所以結果說 我保護你 你去幫我家 畫一些給我小孩的皮畫 在那邊畫的 可是後來還是很不幸的 他並沒有被那個 有關是蓋世太保殺死 而是被那個 蓋世太保的敵人殺死 因為那個 保護他的 蓋世太保 把 林馬給猶太人殺死 就是說 你殺了我保護的 羅太人 那我也把你的 猶太羅殺死 然後殺完之後 還跑去跟他說 嘿 我把你羅太人殺死 我這樣抱一見自從 那 那為什麼 不如說出之分 很重要 對於後來 我對烏克蘭的關心很重要 因為後來 德國比去 他變成是烏克蘭的 因為那個 俄士大戰過後 波蘭跟烏克蘭 他們的那個 羅借就是 又重新 重新再劃分 那本來一些 住在烏克蘭 就是現今的 烏克蘭境內的 波蘭人都被趕回 波蘭 那同樣的 本來住在那個 烏克蘭境內的 波蘭境內的 烏克蘭被趕回烏克蘭 這兩邊有非常多的 那種 愛和交織 所以呢 當 這感覺我沒錯 那個 當 有時候 有些人 有些人 都會 支持烏克蘭 但是 也會有一些 國蘭人 他們就會覺得 我們為什麼要幫助這個國家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的就分 所以說 以前在英國 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並不會去想台灣是什麼 也不會去想 當一個台灣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拿一個台灣 不知道啊 什麼一些中華民國啊 就是這樣子吧 那 我爸爸媽媽 他們是外省人 他們都是跟隨人 國民黨進行回來看 所以我們家想說 會受到的教育就是 怎麼說呢 爸爸並不是非常關心政治的那些 然後來有那個族群 就是本省跟外省的之間 結果官 常常都會聽到外省在那邊說 啊 你們外省就是有原罪啊 啊 他們就不許用了啊 那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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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時候 嗯 你確實也會聽到 有時候幫你上面會說 是你們外省住啦 是你什麼什麼啦 那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小時候就是 嗯 好啦好啦好啦 就是這樣子 那到了國灣之後 嗯 我也沒有 在英國的時候 沒有想說 嗯 因為其實個性很固培的 然後沒有跟 其他的人有太多的聯絡 嗯 那 當年那我從哪裡來的時候 我都會說 你放台灣 我說我從台灣來 而不是說啊 台灣意思 我是台灣人 因為那時候 我還不知道 什麼是 做一個台灣人 嗯 我並不想要 嗯 就是 接受別人的 給我的資訊 就是啊 你說台語就是台灣人 你不說台語就是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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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是外省是台灣人 不過我自己是 不是外省是台灣人 以及這些 很多很多的東西 我相信大家 可能都會有一些感受 可是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嗯 什麼是當一個台灣人 什麼對我來說是當一個台灣人 台灣對我來說是什麼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 那後來 嗯 因為在英國念完書了 那 我想要到波蘭去 學習波蘭語 然後因為 對這個作家很有興趣 那所以我就來到 波納克夫 波納克夫 嗯 那到了波蘭之後 也沒有立刻就是 每個人想說 喔台灣人是什麼 還是在一個很長的一段時間 的摸索 就是今天我還在摸索 今天我還在學習 什麼是台灣 什麼是當一個台灣人 嗯 因為我在國外已經 應該已經 15年了吧 所以台灣對我來說 並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它對我來說是需要 嗯 我要花一些時間 嗯 激盡努力去認識的 去尋找認同的 嗯 因為 像我回來的時候 我會常常都覺得 我是一個陌生人 我是一個印象人 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 在台北也會離路 雖然是台北 嗯 嗯 但是在台北市外的地方 很多地方我也都沒有去過 我也都不認識 對台灣人的話 我也不了解 對台灣人的話 不了解 嗯 這個是什麼時候常會 會注意到的事情啊 嗯 因為在波蘭學 一年的波蘭語之後 我跑到一個叫做 嗯 中國交流基金會 的地方去上班 啊 那個中國交流基金會 它並不是什麼政府 只是 它是一個生意人 波蘭的生意人 它對中國很有興趣 然後它就想要 嗯 在波蘭推廣中國文化 然後就辦一些文化合作 然後這樣子 它就會有人來看 然後可以拿到一些錢 或是個私人的 嗯 那在它那邊工作的時候 就是需要跟中國 有非常多的接觸 嗯 譬如說寫些 關於中國的文化新聞 政經新聞 什麼的 因為我一開始 沒有寫這些 都是我同事在寫 因為那時候波蘭語看不好 但是後來慢慢開始寫 所以每天都要接觸的是中國啊 老闆他要做什麼 中國五代科技展 中國文石器展 然後叫你去寫書法 泡茶 哈哈哈哈 其實 國外的文化很多 都是跟這個有關的 寫書法 泡茶 工夫 太子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 這跟我有關係嗎 對 它其實是跟我有關係的 這是我們的傳統啊 可是 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我比較感興趣 然後我想要介紹 給波蘭你知道的 那時候我就開始想 我來寫一些關於台灣的文化很多 那我就跟波蘭來寫 什麼是燒文船 什麼是拔家駕 然後透過這些東西 那我也自己去了解了 因為這些台灣民宿主 小時候並沒有接觸 那也寫說 台灣的電影有哪些 台灣的文學有什麼 那就是從這開始 然後 來接觸一下台灣 然後慢慢覺得 欸 這個東西 跟我是 有些連結的 我可以跟他對話 那 後來離職了之後 我就去波蘭 亞軍用大學 去念研究所 比較明確的研究所 沒有念完 可是那時候 我們要寫的說實論 就是比較 波蘭的那個 他在那個 新年 過一次那一節之後 他有一些那種 類似我們台灣 繞境的旗幅活動 就是演短劇啦 唱歌啦 到給人家去演演戲 那哀家哀戳的 那這種活動我也去探戀過 然後 就跟台灣繞境做比較 那雖然後來沒有寫 但是那時候 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在那個 那一年的時候 剛好也開始 去亞軍用大學 教中文 那時候是去一個 日語系教 那他們那邊 就是 日語系的學生 他們 那邊有一個必修科目 就是要學中文 那我就找一個教 哪有繁體中文 那剛好那時候 亞軍用大學的控制學院 那是為什麼 我後來會寫一篇文章 控制學院他也邀請我 這對大家來說可能是不可思議的 對我來說很不可思議 為什麼會邀請一個 台灣人去 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是因為 因為 控制學院他都有 中方院長 跟波方院長 那 他怎麼說 他確實是屬於漢辦的 那他所要做的就是 讓大家 就是接著中國文化 讓大家對中國有好感 這就是屬於中國的一個 中國政府的一個機構 然後他就是透過語言的推廣 然後 日記文化的推廣 然後讓大家去 要解中國 然後去對中國的興趣 因為你知道大家都在覺得 歐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然後所以大家想要學中文 在 我在任教的時候 那個 郭方院長 他是 他對台灣有興趣 雖然我原本也沒有聊過 他的政治立場是什麼 他怎麼看待台灣 但是 他對我還蠻好的 那 中方院長嗎 就是 就是 我一直跟他們 我一直一直用你上網來的 欸 態度 就是 我不要去說 我知道 嗯 我不要去說 因為這個 就是說了之後 會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會不會去主動的替台灣 那當初我們要叫解體中文 好 我們就叫解體中文 那那時候就是有一次 因為有一個波蘭的女孩子 在那邊教書 那那個波蘭的女孩子 他曾經是來過台灣 很喜歡台灣 那 他是教書法的 他有教中文 也有教書法 因為那時候 孟子學院他就是 呃 四分之一的課程是 波蘭老師教 因為波蘭老師可以去解釋文法 就是懂中文可以解釋文法 那中文老師他就是一直教 語言對話的練習 那那時候 那個波蘭老師 他有一次提到一個 反體中文 是在那個 語言的課程上 就是在書法的課程上 那 嗯 他就提到了 然後學生 之後好像有講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碰到中文老師的時候 就說 欸 這跟我們上次那個波蘭老師 教的他一樣 啊 所以就被發現了 就是 有講到 反體中文 那所以那個 中國老師他也有些疑問 所以呢 就跑去跟那個 中方院講說 欸 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 我不知道好不好 那之後中方院就跟波蘭老師說 欸 你不要講 那這個 發體中文 比較好 那 他並沒有受到什麼出發 有沒有遭到隔離 或什麼的 只是 喔 我們都知道 我們應該要 欸 我們應該走的路 我們要跟這個 中國 呃 保持什麼樣的距離 那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在這個 我們可以 呃 活動的範圍內 是很自由的 那在我們活動範圍之內 之外 我們就不知道 這會讓我想到 呃 卡夫卡他曾經寫過一個短文 他說 有一個人 他說人類的情境 是這樣子的 呃 這個人他被兩根繩子拖著 呃 一個是從天上來的繩子 一個是從地下來的繩子 那這個人 呃 這個天上的繩子很長 所以這個人可以在這邊做一些判索 但是他想要離開天上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往下走 那他同時地上的繩子也拖著他 他要往上走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 但是除此之外 他是很自由的 對 他是很自由的 可是他的自由 是有局限的自由 那 這是我在童子學院 呃 工作的 感覺 對 他並不是 嗯 我今天還會這麼覺得 他並不會刻意去要去影響一些 你的思想啊 檢查啊 這些東西不會做得這麼 因為他所做得很明顯的話 那他就起了抗體 那 可是 那也在這個有局限的自由 那我覺得 呃 如果華山大學神力孔子學院的話 我並不覺得他們會很明顯的 嗯 去說這個可以做 那個不可以做 這個可以談 那個不可以談 但是你會知道你這個自由是一個有局限的自由 那其實 我覺得 像謝忻的台灣 他也是一個有局限的自由 一定不知道那個局限在哪 或者你不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他可以到多遠 這是為什麼我看到華山大學 嗯 要成立孔子學院 有一成立孔子學院 然後有一群學生 他們想要反對這個的時候 我會去寫一篇文章 嗯 去支持 嗯 雖然 我並不覺得 嗯 孔子學院的成立 就會等於 就是跟那個華山等號的思想前置 但是 我會怕 這個有局限的自由 對 那 說到烏克蘭的話 嗯 當烏克蘭 嗯 那個 俄羅馬一黨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嗯 我在波蘭 那 我對烏克蘭是很有興趣 嗯 也是有關心的 為什麼 因為 我最喜歡的作家 我為了他跑到波蘭去學波蘭語 然後翻譯他的作品 那他的生活的程式 嗯 現在是屬於烏克蘭的 那我也想要去那邊 但是就是因為簽證下不來 所以我非常配置 以及 限制 紀錄 世凱 他可以去烏克蘭 但是我 許多年來 我從到烏克蘭的第一年 其實就是說 這十年來 我都嘗試紀錄這個國建 但是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在波蘭要弄到烏克蘭簽證 非常的麻煩 嗯 雖然我有波蘭去學校 雖然我可以去升級 可是 他就這麼問你為什麼要過去啊 啊 因為我有被那個 書枝姐邀請過 在Propich這個城市 每兩年都辦一次書枝姐 邀請全世界各地的書枝專家 來討論書枝 可是我沒有辦法過去 因為他就說 如果你是因為文化活動 而要過去的話 那你就要 欸 有那個邀請函啊 那邀請函就要移民局 欸 發一個這個 批准 然後那個就要十幾份文件 然後你 每一份都非常害怕 那所以就是沒有辦法過去 一直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沒有辦法過去的話 那就退而求其次 就是用另一種方式去關心 用另一種方式去了解這個國家 所以我 跟斯凱不同 我不是 對他們很直接的 然後 跑到那邊去 然後認識他們 還沒有辦法 進入這個國家 但是 因為我懂波蘭語 那在波蘭有許多 是關於那個 烏克蘭的研究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做 關於烏克蘭的研究的話 其實目前 透過波蘭語是一個蠻好的方式 那波蘭跟烏克蘭的交友 是還蠻密切的 那時候 當那個 麥打世界發生2月的時候 一個我認識的烏克蘭的作家 他也曾經翻譯過 出資 我們曾經一起投台過 然後他就寫了一封公開信 然後告訴大家 烏克蘭現在才發生什麼事 我們的年輕人在死掉 我們的那個 在那個 為自由抗爭的鬥士 然後在死掉 就是敗北加 那個追蹤啦 被殺啦 或什麼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在鬥呢 然後他說為什麼 請你們不要把我們當神 暴力 那 雖然看了他的信 在那個 在烏克蘭的那個 在那個波蘭的 那個道詞看出來 你就一打開 然後佛名就可以看到 然後上面是一個你認識的人 那你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因為透過數字的關係 我也認識一些烏克蘭的朋友 那看到這個之後 我就想著能做什麼呢 我沒有辦法進入那個國家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去幫助他們 我現在不知道 我有把他們的文章 翻譯出來的話 這會有什麼用 但是 那時候就是 覺得應該要做一點什麼 不曉得什麼動作 因為 在台灣 大家在台灣 可能比較難了解這個 但是 那是烏克蘭就在波蘭的隔壁 就像是說我們旁邊 澳門或香港發生一些什麼事 也不可能不關心 或者說你對這個議題 有一些 你如果關心台灣議題的話 你會知道 這邊 它是有很多可以對話的部分 那它也是會互相影響的 那所以那時候 就把那個 這個 烏克蘭的國家 阿德里庫比奇的公開信 翻譯出來 翻成中文 然後發列出上面 那也是因為網路是單 所以大家能看到 這樣去關心 那之後 也是一直持續的 就是關心 就是從 關檔事件之後 烏克蘭對我來說 並不是只是一個 我喜愛的 作家 曾經住去過的地方 那時候生起來 跟烏克蘭 而是一個 我希望 我想要去關心的地方 那 為什麼呢 其實我今天也知道為什麼 並不是因為 我在他們身上 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 當然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 在這個影子之外 我覺得 還有一些更多的東西 就是 我們有一些 共同的經驗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經驗 因為烏克蘭的國家 它雖然 跟台灣 或是跟世界上 任何一個國家 它雖然有共同性 但是它也是有很大的不同性 那 我個人會覺得 會要看 這些共同性 跟不同性 那 除了我們的共同 我們的不同是不是也能對話呢 那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我以前在那個 寫碩士論文的時候 我曾經很擔心的 問我的老師 指導教授 台灣的烏克蘭 跟波蘭這種 遊行 祈福的戲劇 它非常不同 因為台灣這個烏克蘭 還是比較那種神秘 就是神秘初學 你知道這樣 它並沒有進入到 一個人的家裡面 然後去你的唱歌跳 波蘭是有的 步動性非常高 那這個很不同 這樣怎麼比較 不同是不是也可以比較呢 那我的指導教授 那時候跟我說 可以啊 不同也可以比較啊 不同比較才有趣 那所以 只好我就一直接這句話 雖然那個 作詞論文 就是沒有寫完 也可能不去念 但是 我覺得 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 繼續延續的是 那個比較的學 嗯 那是不是也就是 到今天你要問我 台灣的認同是什麼 做為一個台灣人是什麼 我今天會說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還沒有辦法完全的去 認 界定這個 什麼是台灣人 什麼是台灣 台灣跟中國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跟日本有什麼不一樣 台灣跟美國有什麼不一樣 或者說 台灣跟波蘭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我一個波蘭人是什麼 因為 其實我也認同波蘭 我也認同我是波蘭人 這都是我的國家 雖然我沒有波蘭國家 嗯 那 這是我還在一直問的問題 那所以說 我覺得認同是 它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從 我不知道台灣是什麼 我不會說 我是台灣人 到今天說 我是台灣人 但是還沒有辦法定義 只是台灣人 那我覺得這個是會一直 繼續下去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 跟其他國家的人 或跟自己國家的人 交流 衝突 我覺得都是很容易的 謝謝 我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剛其實沒有講到說 你本來在國外的時候 你都會說 到底大家有聽到嗎 沒有 都沒有的 哈 我問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你剛才沒有說到說 你在國外的時候一開始 都說 I'm from Taiwan 那 到底 你沒有印象你 打一口針 I'm Chinese 還是 是什麼時候 不一定是英文的 嗯 我在波蘭的時候 剛開始我還是會說 Distance Taiwan 百一百千 就是我是從台灣來的 在波蘭的時候 我們之後還會碰到 兩個 還會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說 哪台灣人還是 不是台灣人 哪台灣人 哪台灣人是比較 我會 語言上正確的說法 因為它就是把台灣 當成一個島 那 就是一塊 一個島 或一塊地區 那現在烏克蘭他們也說 哪烏克蘭英文 亞人哪烏克蘭英文 也是哪烏克蘭英文 或是一個島 一個地區 所以 我一開始也覺得這樣很奇怪 就是 你是要怎樣 讓別人 波蘭覺得我過很差嗎 那 那就是說 我要開始說 我在 台灣人 就強調他那個國家 的時候 嗯 是需要一些 就是 可能會被別人說 你波蘭很不好 你說錯了 這樣子 那到今天在用的時候 我有時候還是會用 富士台灣人 就是看我跟誰說話 或者說 我是不是能夠放心的這樣說 或者說 我那時候心情是什麼 就是說 我今天還沒有辦法 完全去 決定 我一定要怎麼說 而是我還在嘗試的過程 那 你剛剛問的問題 我是在 你真的想不起來 我是什麼時候 開始這樣說 我是台灣人 我覺得應該也就是這 一兩 或是兩三個事情 嗯 好 謝謝 那 那接下來 我請 帕魯 為一個老闆 看看是 什麼藝術者 可以請 當他有展開到 帕魯來 台灣 在英文安亞的時候開始 台灣也是 是 有 好 那我現在就 我現在就 我現在就是 你必須要開 好 對 好 那繼續 好 去吧 bag 謝謝 我想出ą fundament 渡現場 謝謝 ены 謝謝 我的世界 這是我尊重的 無礙 這是很平常的 我曾是成龐他phis 我身份曾是成龐我的 我身份是成龐我 我身份曾是成龐他的 我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藝術師,也是一個藝術家 我也曾經在藝術家工作了 我也曾經藝術家 我曾經在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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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一場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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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場的訓練 也有在訓練 我曾經在藝術家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 我们在东欧和中欧的地方是中欧的地方 现在是在东欧的地方 这边是东欧的地方 在西欧的地方是西欧的地方 這間是西邊的國際 這間是兩千年來的地圖 這間土地在兩千年來 是一種地圖的地圖 這間土地在兩千年來都是不同的各種歷史 战争,争战争,争战争 有很多军队这样经过 800年前,争战争,争战争 200年前,争战争战争战争 争战争,争战争 对秘密ga weird义战争 争战争战争 争战争战争 绝联合 即刻 알고怨战争 我们还是会记得这个达达 但是我们用达达达达中间 这就是一个不正确的说法 Tatarzy,这些人居住在几乎在几乎的几乎 他们是几乎的几乎 他们是几乎的几乎 这些人跟这个曾经常说是几乎的几乎 Tatarzy,其实人00几乎 und潮达姨 500兰 today,都尖孙公币 Pol они toutes人一直呆到了 这些部分人家有来到國外 做出了很多 Venezuela 了好像部外 Deutschland 书公司 azt的人 第郵得了几乎 都是ography写 放免是零 义都是 大管一土壤 他们这是这个军人 他们会为 他们的东西 我们会为帮助战 到中央第二 wojny światowej 当1939年到1993年 到第二季魄 他们为帮助战 在華為武裝匣的武術 小群的武術 成為了稱 風投尼武武 有重要的武術 他們都很強烈於是 因為他們在邦典機中 也許可以保持自己的教育 那時候當波蘭接受到這裡 他們比較保存自己的宗教 我聽說了這些反應 我記憶了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訊息 我們有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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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一個人 我們這麼稱他們 這些人是思想 另外一個人是 是波蘭人 是波蘭人 會不相似 而且他們是屬性 但他們是波蘭人 是波蘭人 是波蘭人 這就是 這就是 波蘭人 這就是 波蘭人 你,你,你, właśnie Europy Wschodniej 那這個,我所說的就是東奧文化的文化 那2000年紀的史學 那些2000年紀的刻的課 他們,這些2000年紀教我們 要我們必須 第一從來講,這就是當然 我們是很努力的想法 你會有很多不同人 毋很不同的人 我們必須現到不同人 我們必須看到大家 我們必須 我們必須變態初音 謝謝 這個2000年來的經驗 這是財政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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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財政經驗 這是財政經驗 所以這是我們的社會 這是跟地理 以及還是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经验是没有办法被移植的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经验交给别人 因为它是跟第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对别人的困境的开放性 我们对别人的困境的开放性 正在说明海账哦 我的天啊 现在我们来讲的渤课 我们现在讲一下国估的经验 200多年离吧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信心 我们全部多疑 我们失去了独力因为在波兰的境内 我们不可以互相了解 我们在这些时候 当500年代的时代 我们在这些年轻人 我们在这些年轻人 那是一種… 我沒有一個人,我沒有一個人… 那這個民主,他們只有…就是… 就是… 那是高級的… 這就是…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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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我们要跟俄罗斯结盟 有些人说我们要跟俄罗斯结盟 有些人说跟谁结盟都没有用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自己走 他们就这样随便移了 然后没有再照顾国家 就这样随便移是 就随便然后就把这个编写做 就是随便然后就把这个编写的编写 这是我们可以参加的渐渐 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信息 不是很多的波蘭人像我這樣看波蘭德斯基 很多波蘭人都比較樂意看到波蘭是一個犧牲者 這也是我的提示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論 這也是很可怕 這也是很可怕 這裡是有其他問題 我們從來見不利 我們做了不利 在持鬥多選舉 和爭壇 也有很多戰爭,也有很多奇異事件 我為自由戰爭,為我的自由戰爭 為我的自由戰爭 所以,如果有機會,就在國際上有自由戰爭 如果有戰爭,就在國際上有自由戰爭 如果有戰爭,就在國際上有戰爭 如果有戰爭,就在國際上有戰爭 這就是一個很高,貴,秦州 但是,看國際上的歷史 我會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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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策並不是對國際上的歷史 這個並不是我們到處幫助各國 我是有個美交ING 在國際上有間歷史的事情 跟你說,我們有強烈的關於 今天是在國際上的歷史 是那這個,這是大賺和援振有的 但是我們在這個之中還是有得到一些意義的 因為這是一個道德的性格 這是一個道德的性格 我們並不只要為自己的利益 我們也應該要去別人 這是一個道德的性格 這是一個道德的性格 能成為一個好人 有自信 但是也很信任 相信價值 我認為 我認為這首次的信仰 是因為這個信仰 因為這類信仰 有很多人的信仰 但是我們的歷史 1989年 當時不只講法 我們只講過 但是我們只講過 因為他們要有口聽 對抗議 而他們對抗議 對抗議 但是我們都講過 對抗議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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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講我的台灣 我現在是一個人的歌 我現在是四個月子我們就是從台灣 我現在是四個月子在台灣 我現在是八個月子在台灣 我現在是四個月子在台灣 現在是第二次在台灣 你這個人在台灣 你的家庭是很像是一年 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来到台湾 所以我已经坐在一个飞机上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我到底知道什么 我只想到两件事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 但是这些故事是一样的故事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 我只想说关于台湾有很大的影响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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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影响就是 我看台湾到2800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Muzeum228 228公元 就是最初的一个 我只听到台湾的时候 我第一次认识到台湾 所以我共濟大 然后再来到台湾的时候 当你对我来到台湾的影响就是 他的影响就是 在台湾的影响就是 但是我会想到的是 他在台湾的影响就是 他在台湾的时候 他在台湾的时候 是关于台湾的影响就是 有的时候 那现在就跟你说 他两年之后 是关于台湾的时候 那么我认识的是 那么对台湾的时候 我认识的是什么 我今天能够的可以说 但是我可以这样说 他们对恐怖恐怖 对中国的战争 是在這首席 但是,在這部分,是一個人 他把共產黨都帶來 他,他在這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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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把共產黨都帶來 他,他在這部隊 我今天,在這部隊 也在這部隊 在這部隊 也在這部隊 今天跟大家说这些 事实上是这个国务认同 事实上是我们的大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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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全部都去做 如果我们在建造自己的论论的时候 把一部分的历史拿走 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不穩定的 就像是海上的飘游的岛 一样很大的 那些东西是不稳定的 就像是海上的飘游的岛 我们是在这些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些东西 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我们在这些东西 有点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些东西 那時候就是為了過去在戰鬥,在中途 在談認同的事情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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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 在談認同的事情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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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我的國家是甚麼 我的國家是我的國家 我的國際 但是在想說,有些人 那他們有自己認同的事情 那我想說,有別人 他們有別的問題 他們自己認同 我需要想說,對我來說 什麼是我的國家 那我需要想說,對我來說 什麼是我的國家 那他們有這個問題 我會先說,對我來說 我們又要去抗議 那他們重新的事情 那他們有關於 那我我也是 那我會有關於 那我最大的問題 在他们认识的,而不是我们的共产国 我看起来的状况,是在香港, 当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的相机 和我的相机都在留学, 他们的性格是在其他人的性格上 最后主义的性格上, 但主义的性格上, 最后的性格上,最后的性格上 我们在国家的时候他们想说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法和自己认同 他们想说他们不是共同的国家 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话 没有办法对话 没有办法对共同的事情 因为它第二个国家的国家 对共同的国家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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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计划的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国家 和我们的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国家 有什么? 真的吗? 有吧 好的 这就是我的试图 这是我的试图 这是我的试图 是我的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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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计划 我们计划 我们聊天 我们和我们聊天 我们聊天 我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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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年后 我计划 我计划 是我的试图 可以说 我计划 我们在台湾里 是在台南的一堆 一堆的一堆 是一堆的一堆 一堆的一堆 一堆的一堆 有一次比較長, 接近一段時間, 我們在做了一些藝術, 其中一個比較長. 那第二個, 三間短, 跑去看看, 這個照片 可以大家看這些照片? OK,可以我先不要 不關我的船嗎? OK 這是我平常看到的台灣人 因為我平常看到我一部分說中文 我也很感谢你们看这些图像 这次我看到了台湾 但是当我跟台湾或是跟其他台湾交流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讨论 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的台湾经验 即使我跟台湾有很多的 我可以认识台湾 我可以进入他的社会 她也成为我认识的一部分 这个历史还是存在一切之中 这些现象是现象的 第二个节目的节目 这些节目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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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节目的节目的节目 这些节目的节目 这是我的新的节目 我会认识台湾 很少需要асти的节目 看着看着关于大厂笔 这些节目的节目 是在沙坛上做一个电脑 因为台湾有最好的电脑 我自己會用了 我自己會用了 我以前就用了 我以前也用了 最多的年輕人 而是用碼工具 的工具 是用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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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才是用碼工具 這就是碼工具 所以,在碼工具 所以我设计了这个摄像 在这边很漂亮 这个摄像是这样的摄像 我用了这个摄像 这个摄像是他的摄像 这个摄像是他的摄像 然后他的电力就是那边有一个电线 他是通道海 但是海也是台湾一部分 所以这个电脑就是用海中电 然后在旁边有些不同的摄像 我会在这个摄像做一些事情 然后在这个摄像上面就出现一些讯息 因为这个摄像是这样的摄像 之前有一个摄像的摄像 这就是写着 再寻了一个摄像的摄像 因为海道就是这样子长朝退朝大海就把第一个电脑带走 所以我们在这个电脑上又做了一个电脑 在这个电脑上出现了一些主机 就是旁边的人经过的时候出现了主机 那是这给我的电脑表演的表现了 市场有些计划可能是有些计划的 有些计划的,有些计划的 或是在红尔的 这里是《Mirror》 对台湾,有个手段 就是这些东西周围的地区 这些东西我看到了 我觉得感兴趣的 然后你感兴趣的 这个地方 这边的地区 就是在这边的地区 就对你的地区 我现在我只是想说 如果您想问我 我只是问我 自己的地区 如果您想问我 我看著,你為什麼台灣人會有這種意義? 我會想說,為什麼台灣人會有這種意義? 我太太太感到很驚訝 謝謝 好,那剛剛三位分享了 我就有點確讀一直說 我們看到他們怎麼 有的人是覺得怎麼樣 在其他人眼裡看到自己 看到的地方 然後最後有人說 他一定從他 不是,就從台灣以外的地方來 然後他怎麼看我們 我們剛剛在看他怎麼看我們 所以我想大家也聽到很多他們經驗的分享 那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什麼 大家覺得特別想要問他們的 因為分享的東西很多 那可能這個人或那個人 提到的一點對各位而言 覺得有意思的事情 那旁邊說他有講歷史的部分 那有講到他們自己國家的歷史 那有講到他 他怎麼樣試圖在認識台灣 那對他而言 不會是有台灣認同這樣的東西 但是他有試圖去連接跟認識這個地方的經驗 那這個可能對某些人來講 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剛剛跟魏雲 他所說的過程中也有一個 從自己在台灣不會意識到 身分或者認同這樣的一個東西 在外國在意識 然後慢慢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出現在意識中 然後他可能還需要經過碰撞 經過摸摸索 甚至只有衝 然後一直在這樣一個力量互動的過程中 那或者像是海 他有一個看到別人對自己的行動的經驗 然後資金一直不斷在看他 看到外面的世界 但這背後可能是帶著一個 自己是誰的這樣的意識 在進行的 所以他們的經驗很不一樣很豐富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 特別想問的問題 或者是不明白的 或者想回課給他們的 老師 因為這個題目是文件關上台灣認同 那剛才三位也有講到說 對台灣的認同 那因為我去聖路西亞當海外自公兩年 那聖路西亞比較不一樣 那是台灣的邦交國 那所以其實第一次在一個海外國家 看到我們可以升五個國旗 然後有台灣的大使館 其實那時候心情是很激動的 但是後來就是覺得很有趣就是說 那個國旗其實是中華民國的國旗 那個大使館是中華民國的大使館 那所以我在海外 我也一直在思考有關 ROC跟台灣這個東西 那國際關下的中華民國任同事 或是三位的中華民國任同事 那我也常在想說 為什麼外國人問我說 Where are you from? 我會說 I'm from Taiwan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意識到 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一直到我是不是當地的朋友問我說 可是你們的國家不是Republic of China嗎 為什麼你們會說 I'm from Republic of China 那Republic of China為什麼你會否認說 你不是Chinese 我那時候才覺得說 喔真的耶為什麼會這樣 我就覺得自己有一點感到 中華民國與台灣這兩個東西是等號的嗎 我們認同既是台灣人 不認同既是中華民國人嗎 如果不認同的話 為什麼我們使用中華民國的前兵 我們用中華民國的護照 我們用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那我們即將也要選舉 選中華民國總統 那如果大家還是大家不要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是台灣總統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 還有這三位育台人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 謝謝 謝謝 那還有你們其他朋友 我們應該請三個問題 好那 我比較傲奇的是想要知道一下 這三位台灣本地人跟這位外國的朋友 到底所謂的中國的孔子學院 因為這四個字對我來講 孔子不是公共秀 它是打動過重的地方 那 這一個 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動作 尤其 尤其那裡 尤其是 你看到了 它 長出了什麼成果 因為我在台灣 我 關切過這件事情 我也 看到很多地方 已經 看透了 這一種 挖洞灑種子 所 冒出來的 這個 所謂 惡魔 那你在 親身的感受 下的是什麼 好謝謝 那 好那 等一下 我想要講一下我的看法 就是 就是我 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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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我 歷斯科老師他 他講過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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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根據那個 國際法 就是一個 逃亡的國家 就是逃亡國家 要承認自己是 逃亡的國家 他在國際上 才會被認同 那 中華國國就是 因為他一直覺得 他還是真正的中國 所以 他在國際上 並不是真的被承認 就很像 就很像是 就很像是 我們一直不被 中國大陸 承認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 那我覺得這個關係 就很像是 烏克蘭對俄羅斯 那 好比說 烏克蘭對俄羅斯 還不如說是 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的關係 因為 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克里米亞他 全民共投 然後 他希望脫離 烏克蘭 然後自己成為一個 獨立的國家 好 那他成為一個 獨立的國家之後 他只有被 俄羅斯承認 甚至其他國家 國際上是不承認 他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 那這個關係 就很像是 我們就是台灣 對於 中國大陸 這種關係 這是我的看法 等一下 我有點不明白 你的意思是說 克里米亞 他 想要從 烏克蘭 獨立出來 然後 他也這麼做 可是呢 國際上只有 俄羅斯承認 他是一個國家 而 這個跟台灣 像的地方 是台灣是像誰 你讓台灣 自己承認 自己是一個國家 但是 中國大陸 卻不承認 我們是一個國家 好 台灣覺得台灣 是一個國家 台灣覺得 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好 但是我先打斷一下 因為這個基本上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這個 洪秀柱 女士 各自方面的人 有辦法多 讓我們 我覺得我智商還要在 我還要在多努力 才能理解 大家來說的喔 那 在不努力的情況下 我很難控制 這個部分的討論 那但是呢 你有提了一個問題 後面 Winny也提了一個問題 那你剛剛 提了一個你的comment 那我覺得先就 兩個問題 以及把他的comment 你們先 回應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 第一輪 就按讚的選舉可以嗎 就第一個問題 找到新的 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 中華民國的選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只覺得 打動聲出了什麼 就這樣 後來脫子就是 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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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先就這裡 對 就我自己來說 其實 我必須說 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對現在的我來說 我是沒有任何的 可以感覺到 任何的連結的 那 雖然說 我小時候也是 接受到 那個教育 就是做一本後面會寫 就是 做個 活動 好學生 好像真的中國人 所以那個時候 我會覺得 那對啊 那中華民國就是 五個國家 那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當你在成長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 好像不是這麼用作 你相信的話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但是這個世界 這個政府 好像 只有在 可能 有定義的時候 或是選舉的時候 才會提到這個問題 那 當下會有這個問題 有點像是 很疑惑的感覺 甚至會說是 有點受傷的感覺 就是說 你學校教我的 中華民國是我的 但是 我在現實生活中 只有在 可能 一些欠責到利益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東西 才會拿出來討論 所以說 我對於這個 認同 中華民國的認同 是非常模糊的 就是 我學到的 跟我實際上 經驗到的 其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 其實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不太能夠回答 中華民國到底是誰 所以 當外國人問我 我是什麼國家 我還是習慣會用台灣 來回答 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我現在在尋找的答案 那中華民國的個人 是什麼 那在找到這個答案之前 我會用台灣來回答 這個問題 我覺得 就是很像是剛才講的 我會教導的是 你要愛這個國家 追進這個國家 那個狀況 護照上面也是一定的 身分證也是沒有 錢幣也是那個 我選總統 當然也是選中華民國的狀況 可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 當你走出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這個 你就會去想它 因為 自然外面就是一個 很切身不明的狀態 用切這個字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找到便利 打開人意見 可是確實是這個樣子的 你在那個國外生活 每天都會碰到 欸 在填什麼表格 申請什麼的時候 那上面你就要填 Republic of China 因為你不能填別的吧 你填台灣 人家會跟你說 這個在我們的電腦選單上面 沒有 那你選 那你就要寫 美國 對 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和 中華民國 那可是人家就說 我這裡沒有選項 我就跟你寫中國好了 對啊 在那個 軍流政務什麼的上面 還是中國 對 然後你就只能說 這是怎樣 是中科表嗎還是怎樣 就是說 他們想的中國是這個 然後 我很想的中國 是中華民國 然後跟人家強調說 這中華民國 我沒有辦法改變 我沒有辦法改變 我在我的劇流卡上面 是什麼 我沒有辦法改變 其他的波蘭人 他們嚇唬我是什麼 我們跟波蘭沒有邦交 雖然我們很多人有關係 沒有做交給 但是 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他那個電腦上面 要填什麼 我現在要寫China 但是如果我可以 我會跟人家說 請你括號給我住在台灣 請你給我住 括號住民國徒生地史 那可是那樣子 是不是就是說 那 這個台北 或是這個台灣 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呢 那這個中國是哪一個中國 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常常會遇到這樣子的尷尬 那你去跟人家解釋 其實 我在國外生活15年了 大部分的時間是 they don't care 他們不在乎 真的是不在乎 對 他們來說這個沒有什麼 沒有辦法 這個會讓他們利益的影響 有些波蘭人他們會認同你 他們會覺得 喔 你是台灣 然後你要說你是台灣 像我先生就會跟我說 你就認同台灣啊 你幹嘛去認同中華民國 那可是問題是 那你是天好天表的 為什麼你會碰到你 就不知道跟每一個人都說 我是台灣 你把我改成台灣吧 你不要讓他去改啊 那所以 強打你會碰到一個很無力的狀況 這個中華民國你要愛他 可是他沒有辦法保護你 這個就像我想 我會想到那個 中國作家老舍他寫過的 可能去做茶館 我愛茶館的國啊 可是他不愛我 他 好吧 也許他愛我 可是他沒有辦法保護我 他在我們面對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 我在波蘭的時候 曾經被人家 指控欠稅 他指控我欠稅了 那個台幣700萬 可是那根本不是我欠的錢 是一個中國人 一個來自中國的 中國浙江的人 他在波蘭做生意 然後呢 他欠稅 欠了700萬台幣 那 因為我的名字叫做林慧妮 然後那個中國人 他可能是叫林慧 或是林慧 或是什麼 不知道 反正那個英文就是 拼整林慧 然後 我就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信 然後那個信 是從一個 那個稅政基金處 這樣的地方 出來的 然後那個城市 我從來沒有去過 那個人欠下那筆稅的時候 我根本還沒有來波蘭 我在波蘭那時候 沒有開過公司 然後那個人是男的 我是女的 可是他們就看林慧 跟林慧妮好像很像我的樣子 所以呢 我就發現 我的 因為每個在波蘭報稅的人 會有一個報稅的號 現在也是不用的 現在都是用身份證去報稅 可是那時候大家都有一個 那個Need 報稅的號碼 就發現我的報稅號碼 跟這個人的名字被貼在一起了 然後就寄信給我 然後呢 我就要寫興趣自清 本來打電話是因為波蘭朋友 幫我打電話出來了 然後一開始 那個承辦的小姐 她還很不願意 跟我們講話 她就說 就是錢啊 就是家務啊 那怎麼能去布這個東西呢 所以後來終於跟老闆講到話 然後就是說 喔原來林衛名不是那個林衛 然後這個中國不是台灣 然後浙江我從沒有去過 然後跟我沒有關係 我不是在那裡出生的 然後那個 卡拉斯跟這個陳述呢 離了大概幾倍 跟我們一樣 完全要寫興趣自信 那這個也不是我的錯啊 這不是我的錯 這不是我欠下見的 然後也不是我的國家的錯 那只是人家就搞混了 然後其實人家根本不在意 但我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 我還是拿走很多的部長 嗯 比如說黃國的錢幣 比如說我要選舉 幫那些傳統他們做 但是我能夠做什麼呢 在面對這樣一個很尷尬無敵的狀態 我能夠做什麼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想念的 但是 我做的就是我能 我所能做的事 嗯 我認為我是台灣人 不然你不台灣變得怎麼樣 你沒有一個國家 是什麼樣子的地位 身份 我認為我是台灣人 這是我認同的 這個是別人沒有辦法搶走的 我心裡面認同的東西 我腦袋裡面所想的事情 那也不能夠改變 沒有人把我搶走 不會到我怎麼能住住 那這個是我可以做的 那 也許 會有人覺得 那你為什麼不去搞革命 那 我做的是我自己停的革命 這是我可以抓住的 我認為我是台灣人 然後我也想向 法國人介紹 這是台灣 什麼是我的台灣 這是關於那個 中華波 跟台灣的關係 那至於孔子呢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說法 中華沒有想過 非常謝謝你 他長出什麼樣子的果實呢 怎麼說呢 這也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有些人可能不在 他不管台灣 中國是什麼 中國對中國有興趣 就是因為對孔子 或是對那個什麼 五千年國民有興趣啊 就是因為錢啊 那市場很大 總很大 那 有一些波蘭的人 會去跟中國做生意 然後做一做 然後覺得做不愉快 然後可能會找其他的國家去做生意 可能會跟台灣做生意 或者找另外一個中國公司做生意 在波蘭也是有人 他們會說 尤其是 這也要看啦 年輕一代或老一代 你都會碰到 認同台灣或是不認同台灣的人 你會碰到有人跟你說 你們台灣 為何要這樣子 就是中國同意啊 要整好 你也會遇到 把你當成中國人的人 我一次去買的那個什麼烤雞腿 然後呢 旁邊就有一個 因為這樣 有常常會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中國人真的吃狗肉嗎 這好像沒有很別的問題可以問 但是其實我告訴你們 卡拉克夫人 不然他們也是會吃貓肉的 好像有點錢 但是市場上面有那種那個貓肉 把它拿來 把它變成瀑波來買的 都有的 那可是對呀 中國人是不是吃狗肉 那為什麼這個問題要問我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啊 那可是問題是 他沒有想到你是中國還是台灣 你還是問是不是吃狗肉 這個問題裡面有調食的成分 然後或者說 當時我去買雞腿的時候 並不是有人這樣子問我 而是那個賣雞腿的小姐 她就在結我結帳的時候 她就看旁邊 然後說 我不喜歡他們 因為他們吃狗肉 然後我就想 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 跟我沒有關係 那我要去跟她證明說 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然後我說中國人 也有吃狗肉 也有不吃狗肉的人 然後過來有吃貓肉 也不吃貓肉的人 什麼嗎 那沒有去證明好吧 我不要跟她一般解釋 對 不過還好這種事情 並不是很常發生 那所以說 公司學院過下了時間中午 當然她 有些人會覺得 越來越認同中國 有些人會 越來越認同台灣 或有些人就是 很漠然 他們不在乎 這跟剛剛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 嗯 公司學院對他們這個漠然 是有推波助感的作用呢 還是有反向的作用 還是根本沒有什麼作用 我覺得都是要看人 就像那個華沙大學 有一批學生 看到公司學院 他們覺得不喜歡 他們去反對 那可是 他們反對公司學院 就表示他們認同台灣嗎 不一定 不一定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同 每個人 不然受到 各種各樣的衝突 所以我覺得 我們能做的 比如說在國外的人 如果是在台灣的人 當你們到外國的人的時候 可以把握每一個機會 就像那種公司學院 每天去跟人家洗鳥的話 那邊可以洗腦 大家都可以跟大家說 我想從最後一個問題開始問題 我想講 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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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台灣 或許可能會不會從歐洲的觀點 因為從歐洲的觀點可以說一些什麼 我看到基本上的不同 如果有人掉到Yoyo卡等一下自己來找我 在台灣是決定的決定 在台灣的決定是決定的 在國際上的決定 但是在國際上的決定 我覺得是彈性是敵人 對抗爭奪 對抗爭奪 我們這兩種情況很明顯 在使用消息 對抗爭奪 但是故意和抗爭奪 而是彈性的 這兩個差別是很明顯 自己決定自己的 自己的命運 和你重新的命運 在台灣如果要去國際政策的話 我會不建議去把台灣做比例 四年前我找到一本書 《Taiwan is not changed》 也有主題的議員 有他之間是沒有去英國 《Taiwan is not Chains》 《Taiwan is not Chinese》 或許是最初的議員 他們會不明講 《Taiwan is not Chinese》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自己的故事 我現在想講一下 我認識台灣的故事 為什麼我覺得台灣是自己的故事 但是在200年前,有一个鲁兰的家庭 在200年前,有一个鲁兰的家庭 那時候剛好就是阿蘭,他不是一個多個國家,但是他只是十多個國家 那時候就是俄羅斯人在戰狼,他被俄羅斯人抓住,他就是送到西方 跟他的同伴 像是陶欧 和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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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我要座 和陶欧 和陶欧 您立刻到 remembered 雕欧 Shy OUT 几千年 您在落实力 您 зем填 您有好可ties 确认他寫到底是真假 但是研究者通常都讲的事实是 在北京的沖延和北京的沖延和北京的沖延和北京都是 就是在中间的中间的中间,然后在台湾的中间 接着是他在中间的中间的中间 后面他在台湾的中间的中间 是在台湾的中间的中间 在中间的中间的中间 所以这就是画像台湾的一样的200岁 就是台湾200多年一样 200岁多年一大部分的部分 在那时候台湾大部分是原住民在关于台湾 另外一个关于台湾为什么有主权是 太多年一开始也应该下女人 对台湾和台湾 对台湾一职 那时候中国刚才进行动 台湾大部分就停止了 中国的关于台湾和台湾 那時候台灣就不成為台灣人 那時候台灣人就不成為台灣人 那時候這個對我來說就是台灣人 住在台灣人是全世界人的 但是我們有很多人在台灣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國家 是我們會有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台灣人的地方 我們會有很多的地方 在台灣人的地方 也知道這個地方是中國 今天在世界上有可能性的法例 有所在的国家和外国的国家 100年代的国家人不曾有 那是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也有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是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是在台湾陀佛的国家 是台湾陀佛的国家 是台湾陀佛的国家 有四種的聯盟就是 CervantesA 研究章的狗志在 有一種有的有限地 我看看 在博士上的收藏 在印象中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并不只提供客观众 在所有科学院的中国人都没有台湾 鱗 bizNOン研 guà 港版,提到首席演唾族中 ages泛仲 studies的渠度代表 Unit 111 真正在国 菊羽 這 Francis唏一是英文所在港版方面 所以它终举与ć岁信息 又是金课οι相兴 的心理 я用选择 S国иг潤 都是心理 這幾天就在北海裡的調教會中在香港很大 Catholics 有一個台灣人的 bibli寺 這個我認為是最好的 這邊也是表示波蘭對臺灣有關注支持 中國會一直存在 孔子學院會存在 中國是會自由的話最好 但孔子學院會變成好的機會 但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會做的就是 透過一些像這樣的學術交流 透過一些自己的環節發生 要不轉過海盜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們先謝謝今天的餐廳 我們在很快的不久的一場 因為談到是下個禮拜一嘛 對不對 有一位我的阿台你要不要來講一下 預告一下 預告一下 好 大家好 因為我們最近折舞在暑假到了 所以可能大家都比較有空 老師們也比較有空 所以大家跟折舞就可能一個禮拜會有三場 所以我們會發現很多費心欺負 所以這個禮拜天 首先這個禮拜天 下午兩點開始 其實我們要談一個比較潛在性的問題 是關於我們以前都講說工資的問題 或勞工溫 勞工力缺乏的問題 那之後會影響到台灣的可能性 就是當我們全面製造化學 那全面製造化學 那全面製造化學 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勞工 那那麼多勞工 大家一定都會失業 那會失業的時候 這時候資本所獲得那個立德 然後是不是 正不要這樣割多少稅 那到時候我們不需要工作的時候 我們怎麼共同生活在這個島嶼上面 所以我們面對到一個即將來到的 一個全球自動化的時代 那其實問你們大家去看那個台積電的話 台積電它實際上它90%的成本 實際上是在機器成本上面 只有10%才是所謂那個能力的成本 所以只要走向越高科技的話 其實是對勞動力的需求就越低 那當然我們可以變富裕 可是這個看來是未來的趨勢 還不包括自動化 還不包括我們現在想像的機器人的問題 可能家務的取代可能會被機器人的取代 所以我們當然找了工明慧老師 他剛好是研究自動化的最主要的一個人 然後對 由他從自動化的角度 也推動自動化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現在未來社會的問題 所以我想說那個題目是應該是滿有趣 也很值得大家一起共同來思考 台灣比較更可能10年20年的未來 第二個在下禮拜一我們會討論 跟張國城老師他所安排的 討論關於台灣跟殖民主義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剛所說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不是一個殖民的歷程 或者這個殖民的歷程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還是說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去看待我們的殖民主義的問題 因為台灣做一個 這個大家共同生活的環境裡面 其實包含了不同時代的真正的 有一個日本的真正主義 然後包括國民黨的時期裡面 區分所造成的一種階級上的不平等 可能是政治力影響下面造成兩個不同政治階級的不平等 那是我們一般來講是講外省全會 我們不會去思考外省跟本省之間的衝突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忽略的 我們把族群問題搭進來 可是我們忽略的政治上面應該要負責責任 所以我們可能就轉移了一個教堂 所以我們可能要從那個角度來看 所以這個禮拜就請國城 張國城還有跟一個國外的學者 一起大家來討論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個問題有興趣 因為現在在選舉之前 其實大家都應該要可能會擔心 因為台灣好像是即將就要變天 然後也要犯政黨分替了 可能也會不會犯 可是我們也不知道未來的社會政黨 是不是準備好了 要為台灣勝出努力 所以我們可能我們這些公民們 可能要真的花點心思 去想想你想像的台灣的未來會是什麼 然後你認為應該過得美好生活會是什麼 我們怎樣共同生活在一起 把一些問題透過這段時間可以理清 可能會有助於我們彼此之間的認識 然後共同走下一個階段 這個也是非常歡迎大家來 所以歡迎大家禮拜天的下午2點 以及下禮拜一的晚上7點 我們7點開始 那很抱歉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都 人都不在 因為我在 一方去做那個超通哲學教育 所以到雲林去 所以我們會等到 可能到10號以後才會跟大家可以見 那也非常歡迎大家繼續留來這邊 然後文中科已經準備一些吃的東西 我們當然一直都準備成功 非常歡迎大家繼續留下來 然後也歡迎有些問題 可以繼續有空的話 可以繼續包圍講者 然後咖啡館把鑰匙給我們 所以呢我們可以在最後回自己換門 所以也非常歡迎大家去留下來 好非常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下禮拜天見 或我們下禮拜一見 謝謝